今天是第四季 原始英雄榜的重頭戲 總決賽 更是決定誰能稱霸 2009年第四季 原始英雄榜的比賽 總決賽一共分為兩場 首先今天隆重登場的第一場戰役 就是自選曲的比賽 就在今天英雄六強 除了要和親朋好友 一同分享這榮耀時刻之外 也要和其他英雄共同分享 及見證這光榮的時刻 在這重要的時刻 邀請了一路看英雄過關斬將的 實力太怕的唱將復威 天王天后 御用指導老師梁士達 花槍女高音及瓦斯杜蘭 我準備好了 小翔 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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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望貓獎金追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個Superstar 那就不要害怕 我可被人來到 被人被我來抓 總之這個機會 發歌唱 唱出一篇屬於這間的天堂 就在 原始英雄榜 是你的夢想 KIDA SHOW ME 我要跨越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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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追 飞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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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付我推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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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飞 我要用力飞 不管有多远 超越了极限 挑戰著冒險 我要勇敢追飛 想到終點 超越了美雪 換來是甜美 我要勇敢追飛 奔到終點 喝越了极限 挑戰著冒險 我要勇敢追飛 奔到終點 破越了美雪 換來是甜美 我要飛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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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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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付我推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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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追 飞 飞 falan 飞 我想飛 那麼歡迎 英雄六強 Kid Yeah Show This To New篇 出貨快 先歡迎 朱紅圓 Yeah Yeah 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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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陳蘭笛 Tricky 一切 郭敏晋 一切 楊凡宣 楊凡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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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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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了 林美鳳 林美鳳 好棒 好棒 接下來隆重歡迎全台灣最紅的主持人 黃 黃 愛 謝謝 好棒 好棒 原始英雄幫 等你來上方 阿公愛 大家好,我是不用王洪恩 歡迎收看原始英雄幫 先給我最熱烈的掌聲 請叫叫聲 好棒 好棒 好的 歡迎大家拎臨我們第四季 總冠軍賽的現場 這個氣氛 這個氛圍恐怕只有在選舉場的時候 才能看到 第四季 坦白說已經比了將近一年了 將近了 那個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開賽 一開場我們特別 揚請了我們第二季的冠軍得主 立文學姐帶來這首我要杯 其實也跟他們 我們英雄們 他們追逐夢想的心靈是很像的 好,我相信這六強 就是我右邊這三位 還有左邊這三位 他們一路從會外賽到初賽 還有馬拉松式的積分賽 一直走到了總冠軍賽 他們一路過關斬將 終於來到凱瑄的門口了 準備要迎接他們 屬於他們的榮耀 在比賽之前呢 好,一樣 來看一下我們的比賽規則 請看 原始英雄榜今天開始進入總決賽 總決賽一共分為次選曲 及足語歌曲兩場 但總決賽分數的70% 30%為前十場的積分賽 兩整加總後總分最高者 將成為第四季的總冠軍 今天是第一場的總決賽 次選曲的比賽 由英雄六強選擇參賽的歌曲 不分語言、曲風 其舞台整體表演 從歌唱、舞蹈、狗味、合音、道具等 全都由英雄六強發揮其創意及設計 今天批分標準 歌唱技巧佔40% 創意特色佔30% 台風佔30% 誰能夠在第一場的總決賽 經驗全場拔得頭籌拿下高分呢 現在就讓我們用掌聲 一起來欣賞他們的表演 重點 我們之前的積分賽 總共十場 大家應該都知道 佔了我們總冠軍賽的百分之三十 我們這個禮拜 跟下個禮拜的總冠軍賽兩場 佔了我們總冠軍賽成績的百分之七十 所以呢 只要這個成績出爐 我們總冠軍的得主就會出爐了 所以呢 務必請各位英雄們 來把握好不好 這七十的成績 就掌握在你們手上了 就跟副委老師講的 所有的表演 所有的節目 所有舞台上的呈現 都是你們自己安排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決定權 就知道你們的開宣 是怎麼樣的一個門啊 其實在這個比賽的氛圍 那麼強烈的狀況下 我們製作單位呢 還是非常的體恤大家啦 希望大家在一個比較輕鬆 愉快的環境下 來進行總冠軍的比賽 所以呢 特別為各位拍攝了一段 狀況劇 VCR 讓各位呢 在比賽之前 稍微緩和一下情緒 想不想看 好 那到底我們第一位參賽者 他的狀況劇是如何 他的心情可以呈現 給大家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去看我們的 英雄追追追 歡迎收看英雄追追追 我是主播Glass 今天的新聞呢 將會由我跟Blue 一起來為大家播報新聞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今天呢 就是我們第四季 元氏英雄榜的第一場的總決賽 那在這個這麼激烈的一個競爭之下呢 我們也收到了來自市面八方的棋子 這六位候選人呢 為了要角逐這一次的總冠軍 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來拉抬自己的身勢 提高自己的人氣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呢 也傳出了許許多多負面的新聞出來 本台的記者呢 也將會持續的來為各位追蹤他們後續的發展 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的就是 元氏英雄榜目前佔居六名 總成定為77.79分的林美鳳 根據這個現報指出 他目前在新竹的山區 有疑似匯選的情形出現 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以下是我們本台記者的追蹤報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就是 經歷名人事監據 林美鳳英雄六強之一的 燈jo六強之 一次款的原市X層 以及原市英雄榜的X層的地方 究竟現場狀況究竟如何 讓記者帶大家 實際走一趟,走 OK barrier,是 Incor тради 有了 你幹嘛 不好意思 那是李美鳳嗎 李美鳳 不好意思 小姐請問你們在這裡從 你們在這裡從是什麼樣的教育嗎 不好意思 盡力讓開好嗎 你們讓開好嗎 李美鳳 你們不要走 李美鳳 我不好意思 先要新聞一下 剛剛我們這邊看到了 以及評審老師 請問你這是有涉嫌交易的情況 有沒有 不是 不是 距離這麼敏感的時間 你跟他們喝酒是款待嗎 不是 那是我的親戚 確定嗎 可是我們剛剛聽到評審老師 沒有 那是我的經紀人 對 我的經紀 我的經紀人 李美鳳 你不要走 李美鳳 這位記者 等一下 這位記者 你看市場民宅 這樣不對 麻煩你們出去好不好 這樣我會請常請常來告你們 相信各位觀眾已經看到了 畫面所呈現的事實 究竟李美鳳是否有疑似款待 元氏高層長官呢 現在就交給彭麗主播 是的 剛剛呢我們電視台 以及各家的媒體都陸續收到 來自李美鳳發言人所發出的聲明稿 這個聲明稿呢再次的強調再次的澄清 純粹當天只是一個西人的聚會 並無向外界以及其他媒體所報導有喝花酒 跟會選這麼樣的一個誇張的事情 而且這個聲明稿呢 而且這個在聲明稿呢 李美鳳也同時強調 他會憑他個人百分百的實力來全力競爭第四季的總冠軍 好的 看完了一號候選人林美鳳的報導之後 我們接下來呢先把以下的時間交還給主持人 恆恩 再次澄清一下 我為了博君一笑啦 只是為大家呢 再次呢更加深入了解美鳳呢 在部落的感覺啦好不好 今天呢就是總冠軍賽的第一場 好 要帶來什麼樣的歌曲給大家 《酒肝湯威風》 好 直接呢就要來歡迎林美鳳帶來這首 《酒肝湯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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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甘糖味薄 酒甘糖味薄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是你抚衍我长大 陪我说第一句话 是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 虽然你不曾开口说一句话 虽然你不曾开口说一句话 我的生命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 什么时候你才会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吹 打ichte 嗚哩唐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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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酒跟糖味不 酒跟糖味不 多麼熟悉的聲音 陪我多少年風和雨 從來不需要想起 有緣也不會忘記 沒有天哪有地 沒有地哪有家 沒有家哪有你 沒有你哪有我 如何熟悉的聲音 陪我多少年風和雨 從來不需要想起 有緣也不會忘記 酒跟糖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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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女兒 女兒 對,玉昕 你好 好,幾歲了 有十幾歲 六歲 六歲 好 然後這是我先生 你應該看過他每一集都有來 對 然後這是我同事 這個不用介紹 這個 他的鏡頭比我還要多 他明明就是影鏡的媽媽 好不好 影鏡媽媽 樊軒 影鏡媽媽也跨海是不是 是 好,這個就不用介紹了 這是一直是我們阿達老師非常頭痛的人物 田俊 再次歡迎他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你看 被淘汰了還可以回來 來,美鳳 直接講一下你今天表演的概念好不好 讓大家知道一下你今天總冠軍 所做的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沒有想到要他跟他 本來只有他 就是我本來是兩個同事 就另外一個去喝喜酒 然後影鏡的媽媽 真的很謝謝她 是我臨時抓來的 剛剛彩排的時候 對,然後 後來是本來只有和音 然後後來就想說 好像前面太空 那就加我先生剪瓶子 可是剪瓶子拖不了太久 然後我就想說加妹妹好了 OK 對,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來個舞蹈好了 然後我就 不是,我就想說 那如果前面有演戲 後面你又沒有什麼就會很奇怪 那我就找甜甜 他本來他有另外一個舞者 可是他的腳扭到 所以今天就真的很謝謝他 今天真的是勞失動眾 就是希望在總冠軍賽 呈現你想要在這個舞台呈現的一個概念 音樂想呈現給大家那樣的一個畫面對不對 好,直接就請評審老師 針對這個部分 來好好的琢磨來講評一下 副瓶老師有請 這首歌 居關堂我一向就讓人家只要看到歌名 都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壓力很大的歌 因為它要很多的情感 跟很多的高音低音啊等等的 可是我發現我在美鳳身上 反而看到了一個遊刃有餘的表演 就是你看的時候 你反而沒有什麼壓力 但是又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故事性 但是也具有舞台性的一個表演 所以我很喜歡這樣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有全家動員 然後也看得到 迎鏡的媽媽還有之前的選手田俊 讓我覺得這其實也是一個很感動的 這除了比賽之外 可以看得出美鳳的好人緣 沒有錯 所以這會讓一個表演 更有很多人文的情感在裡面 非常多的優點 只有一點點可以提醒的話 是這個首歌有很多長音 可以拖長音的部分 那你可以把這個情緒拉著 一起唱 你可以把那個情緒繼續的發展 因為這就是為什麼有和音的關係 你的和音它會繼續往下唱 所以你不要受限於這個 下一個段落是什麼 所以我必須趕快把情緒做一個了結 然後馬上跳到下一段 所以反而這個情緒是沒有連接到 但是這只是一個小的缺點 真的是很好看的表演 好 再次給評審老師掌聲鼓勵一下 好 再講下去 我們的小朋友都不耐煩了 我們今天 沙石車司機的一個演出 今天是倒數第二場了對不對 對 好 直接來看一下成績 好 今天美鳳精心安排的演出跟演唱 到底會得到什麼樣的成績呢 請評老師 Kevin 一共得到263分 掌聲鼓勵一下 好的 非常高的一個成績 好 那就下個禮拜還有一場對不對 那就請美鳳利用這個禮拜的時間 好好來準備 好 OK 再次給我們的林美鳳 以及她所有的團員 給他們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他們今天非常完美的演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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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殺手之稱的林美鳳 在今天的表演裡加入了合音舞蹈 甚至配合歌曲 輕輕融入了戲劇的設計 總分一共獲得169.84分 在感動之一 大家忍不住心中都有個問號 為什麼我們的頭髮變長了 這個假髮的髮指好像... 對 不是說太好 情緒上面可能還要再... 對,更多